進一步來看到政壇的消息 當時兩黨協商共組聯合政府 但是現在四個人 統統都被北檢依涉嫌違法 選罷法列為被告 那麼現在共產黨民眾黨 也都火速回應 反駁有契約會選的事情 表示要交由檢方進步的來辦理 好 OK嗎 前呼萬喚下四人首籤 僅僅完成協商 只是這馬辦的密會到底談了什麼 這藍白四大巨頭全都成了被告 如果要藍白 單單那個簽那個就出一句 因為這個叫齊約會選 然後就被貼上標籤政治文章 事後柯文哲的這段話 宛如成了關鍵證詞 藍白最終不只破局 馬朱侯科更被告發 六項協議涉嫌違反選罷法 第84條搓湯圓條款 北檢正式簽分選他自案偵辦 四人通通列為被告 政黨合作 把他來當成搓湯圓去辦 這樣的行為才是真正的把司法當成 湯圓隨便亂搓 搓成民進黨的形狀 既然檢方現在依法列為選他自案 我們就近代司法調查 但是台灣民眾黨所主張的聯合政府 團結台灣並不會改變 兩陣營與馬辦都發聲明反擊 沒有旗約也沒有不正當利益交換 政黨談判合作被當作松尼阿燈 批評是蔡英文政府干預司法 政黨之間的合作 把它解讀為所謂的搓湯圓 我覺得這是非常不公平 也對我們幾位政黨領袖 是一種侮辱 松尼阿燈其實最重要的在於說 這個不正利益跟放棄競選之間的對價關係 密會的這個內容如何去做約定 柯文哲已經公開去做指控說是齊約會選 因此檢方對於這樣一個重要的關鍵證詞 也必須加以釐清 原本是想促成侯可兩人手牽手進總統府 沒想到合作沒談成 還被共同冠上被告身份 只是密談過程缺乏關鍵證據 是否辦得下去牽動玄情發展 記者下軍程林玉拉台北報導 我沒發現 有機關鍵證據 全是可以的 一大派你說,我們在我們 懂得標準 距達 我們在這時間 我們請問,我們 我們在職人员 我們在職人 我們在職人